Hello 過去的復興前 你們都帶爸爸去吃了什麼 我在家做了個小小的party 準備了幾樣爸爸愛吃的 爸爸點名要吃的豬排骨和雞腿 我都提前一碗腌制 豬排骨要處理一下 把筋膜去掉 多餘的油也要切掉 醃料的配方都打在屏幕上了 有需要的記得保存起來哦 再來準備醃雞腿 法式檸檬雞當然要有檸檬啦 檸檬皮和檸檬汁都要用上哦 再加上迷迭香才夠法式 迷迭香黃油塗在雞皮下 烤了雞皮才會脆脆的 現在給雞腿做個馬殺雞 吃西餐少不了蒜香麵包吧 不過這次我要做的是韓式六瓣蒜香麵包 不過這次我要做的是韓式六瓣蒜香麵包 瓣蒜香麵包 鴨茲狀 本来打算煮蘑菇汤的,可是怕腻所以换成罗宋汤 马铃薯,萝卜,番茄和洋葱全部切丁 然后炒香 再加番茄酱 为了省时间和精力,我这次用慢炖锅煮 没有炖锅的就用小火慢炖吧 把昨晚腌好的猪排骨和鸡腿送入烤箱 利用等待的时间,我们调煮猪排骨的酱 懒惰的话可以直接用烧烤酱代替 鸡腿烤好后,打开锡纸刷上蜂蜜 猪排骨就抹上刚刚调煮的特条酱 再送入烤箱继续烤 现在来调蒜香面包的奶酪馅和黄油 小餐包切成六半 挤上奶酪 再抹蒜香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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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送入烤箱烤个15分钟 最后弄个Mojito 这个真的超好喝的 每次聚会我都会准备这个饮料 而且家人朋友们每次都喝不够啊 而我的咖啡 烫不用太多 这世界已经因为它点的过头 麻烦给我 准备了一整天 终于可以好好享受了 其实不管什么节日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简简单单的都很幸福 用来自家人的蒜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